行动党假动区国会议员林丽颖 早前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指 前首相纳吉和夫人罗斯玛 与Brandworth Crop公司有特别的关系 才得到了三个特别车牌系列作为拍卖用途 这番言论令林丽颖惹上了官非 林丽颖表示 昨天收到了一封来自纳吉夫妇的律师信 要求赔偿1亿令吉 林丽颖说她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更询问纳吉夫妇向她追讨1亿 是不是因为经济陷入困境呢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颖召开记者会 透露她昨天收到一封来自前首相夫妇 拿都斯里纳吉和拿丁斯里罗斯玛的律师信 根据律师信 纳吉夫妇因为不满林丽颖12月3号在国会走廊 针对特别车牌课题指 他们和Brandworth Crop公司有特别关系 而认为有关言论已经构成诽谤 因此要求林丽颖在七天内做出道歉 收回有关言论 并要求赔偿1亿令吉的名誉损失 不过林丽颖不打算做出任何赔偿和道歉 因为她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林丽颖还说如果纳吉夫妇坚持上庭控告 她将会奉陪到底 因为她会在庭上证明他们和该公司的关系 另外林丽颖也在记者会询问纳吉夫妇 要求1亿令吉的赔偿金是否和缴付保释金 以及银行户头被冻结有关 林丽颖强调 她只是询问避免再次惹上官司 林丽颖是12月3号 促请交通部前部长拿督斯利廖钟来 和陆路交通局前总监解释 为什么和纳吉夫妇有关系的Brandworth Corp公司 可以获得三个特别车牌系列公拍卖用途 她当时还要求该公司的领导呈 交代拍卖特别车牌系列所筹得的资金去向 否则将会向反贪会投报 彻查案件是否涉及滥权等问题 NTV7采访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